大家好我是時光報合的Able 又到了一周標示的時間 如果我們想起一些好的機械碗錶 我們一般都會聯想瑞士、德國或日本這些地方 但原來這個想法可能比較合宅 原來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蘇聯或者更加準確是當時的俄羅斯 有另外一個主要的碗錶生產商 每年可以製作五百萬隻碗錶 這個品牌就叫Rikita 俄羅斯說是代表Space Rocket即是火箭 這個Rikita的工廠大有來透 原來他們是由俄羅斯的彼得大帝 在1721年的時候成立 工廠原本是切割了一些寶石 專門為皇室服務 去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轉型成為了一個錶廠 他們都很厲害 因為他們原來是可以由A到Z 所有一隻碗錶需要的零部件 他們都可以自己生產 包括含衆系統和油絲這些比較複雜的零部件 我們今次想說的碗錶 就是在1970年的時候第一次推出的叫Rikita Polar Watch 專門為了當時的第十六次蘇聯的南極洲探險設計的一隻碗錶 當年1970年的時候人類發現了南極洲的第一百五十周年 南極是一個極寒之地 最凍的時候可以零下八十九度 需要一隻非常之強壯的碗錶才可以在這樣的環境內 survive 所以Rikita特別設計了由四個部件組成的錶殼 他們認為這個組成令到碗錶更加強壯 另外他們也開發了一個特別的雙嵌錶面的技術 令到這隻碗錶在一個比較惡劣的環境下 可以很可靠地為探險家而服務 南極除了凍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南極擁有六個月的日休時間和六個月連續的夜晚時間 所以探險家有時分不到究竟我現在是上午還是下午 所以這隻碗錶是需要提供一個24小時的顯示 令到這些探險家可以知道究竟現在我是上午八點還是晚上八點 這個功能是非常之有用的 除了在極地探險可以用得著之外 蘇聯還用了他們在潛水艇航海員手上 又或者是他們的太空人手上都可以用得到 雖然這隻碗錶有這麼多的應用 但它的製作量是非常之少 所以一直都是收藏家追捧的對象 今年2020年人類發現了南極洲的200周年 都是Riquita Polar Watch生產50周年 所以Riquita決定要做一個復刻板限量200隻 與其說是一個復刻板 不如說是一個Reissue的它一個Original的模式 因為這隻碗錶是用了它原本設計的草圖 這碗錶是99%與原裝的碗錶是一樣的 只是在那個錶殼製作了一些改變 令到它更加強壯 這碗錶的錶殼是35毫米的直徑 當年來講是一個標準的尺寸 沿用4個piece construction structure 擁有一個實心的船入式錶背 可以防水達到200呎即是60米 我們看到這個錶殼的設計 它是很平常6、70年代的美學模式 因為我們看看那四個錶耳 就可以馬上幾乎說出 這是一隻Vintage的碗錶 另外看看Dial 錶面跟原本的碗錶 真的完全百分之百一樣 它有24小時的顯示 在時錶和時針上都有夜光塗層 確保在黑暗的環境下都可以準確地獨視 另外在錶面中間有一個地球圖案 標示了南極和北極 這碗錶搭載了一個Rikita自己生產的 手動上鏈機器的機芯 24小時的時間顯示 天號是2623 它可以提供42小時的動力儲備 它的鎮頻是18,000轉每小時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機芯 是完全用傳統的指標技術去做的 即是說沒有任何電腦的幫助 以及負責製作的製標師 幾位仍是50年前有份參與原裝那隻Rikita Polar Watch的製作 這碗錶有兩條錶帶 一條是皮的錶帶 另外一條是NATO的錶帶 只能夠在網上訂購 現在在preorder的階段 它的定價是EUR1,120元 到正式推出的時候 就是歐來1,400元 好了 今個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我們看到這個 naszego星期五 都不玩 我們看到這個遊戲 我們看到這個版本的 遊戲中心的影片 我們看到這個剛才的電池 我們看到這個大家積明 我們看到這個